开空调影响动力所以飞油 那到底影响动力有多少呢 1.0升左右的小排量的车子 开空调的话 对动力影响比较大 日常驾驶会占用15%到20%的发动机功率 大于1.6升 小于2.5升 或者更高排量的车来说 影响很小 或者基本上没影响 感觉不到 那车的空调分两种 一种是独立的 一种是非独立的 那么家用轿车采用的呢 是非独立的空调 也就是直接靠发动机 这个动力来带的 那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 就要分一步动力到汽车空调上面去了 那么汽车空调制冷最重要的核心 最费功率的那个部分叫做压缩机 汽车压缩机日常运行的功率呢 直接从汽车发动机运行功率中扣掉 那那么我们就可以算了 对不对 现在大多数的发动机功率呢 100千瓦以上呢 采用涡轮增压技术发动机 比如说雷诺1.6T 可以有140千瓦 数据上来说 汽车发动机这100千瓦的功率 驱动这个空调制冷是完全OK的 不会有动力缺乏的情况的 但这个是账面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汽车发动机刚才说100多 是最高功率 油门踩到底 你昂昂昂昂的时候才是100多千瓦 平时我们不太可能踩得到那么多的 最高功率不代表你现在用的时候的功率 你低速开的时候功率一般只发挥30%左右 这部分功率还要克服测量的行驶阻力 给电池充充电 补偿这种电器的这种电能消耗 那空调鼓风机 中空的灯具 收音机等等等等 然后你有些转向和自动有可能 助力也是用电的 那么也要用掉的 你这个时候看 制冷机的压缩功率其实本身不大的 3到5000瓦而已 听起来像毛毛雨 但是刚才那种情况全部加在一堆 这比例还是不小的 那我们先说小排量的 那1.2排量的发动机 大概是60千瓦左右 低速行驶的时候30% 18千瓦 那么空调按照系统标准的话 一般3到5000瓦 平均4千瓦算好了 那么4千瓦和18千瓦 相当于22%的发动机功率 是用来空调制冷的 这不是个小数目了 那小排量的车子 本身这个功率刚才算了 就18千瓦 开的慢的时候 这个本身就不大 那空调再一开 汽车的动力就会有影响了 因为它那边有设计的 你总要让它转得起来 转起来这部分能量就用掉了 用掉你自己剩下的 只有这么点 那就动力就差一点了 没有办法 甚至有时候切换不顺畅 动力分配还不均 像两个部门一样的 这个真功劳抢资源的时候 你开起来还会一顿一顿 一顿一顿的 有时候快一下 有时候慢一下 加速和爬坡 开的空调就更明显了 就觉得力不从心 那排量大一点的话 影响就小一点了 1.6到2.5 或者更高排量发动机 因为本身功率就大 那提供的那个能量 这个千瓦数高 那么本身这个空调 所消耗的那个比重就小了 那比如说2.0排量发动机 155马力 114千瓦的样子 那我们低速开 算它30% 还有34千瓦了 你34千瓦 你算它是最大的 那个功率5000瓦好了 那么这个空调 也只占发动机功率的14% 开空调影响就不会特别大 至少自己不会感觉得到 那么有些敏感的朋友 他就是感觉得到 我开3.0我都感觉得到 开着空调我不爽 但是我又热 那适合买什么车子 买混合动力的车子 你说什么琴普瑞斯 混合动力的这种 它是有两个空调压缩机的 一个是使用发动机动力的 另一个是用电的 混合动力压缩机 它可是由电机来驱动的 不需要用发动机来带的 那么空调在用电的时候 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小很小 甚至是完全独立开来 不影响的 那因为它是用电的 不是靠发动机带的 你动力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 相当的爽 那么刚才那种说法呢 其实是一个小bug的 就是我们说空调 这个开起来是4000瓦 或者是5000瓦 其实有一些先进一点的 或者是比较新款的这种车子 它用的空调 它不是很定的 功率不是定的 它其实有定排和变排 就好像我们以前 家里面买空调 就这么变频空调 到底差不多的 定排空调 压速机输出功率 就是和我刚才说的一样的 反正始终是4000瓦 或者始终是5000瓦 那变排空调就不一样了 它反正会调的 这个系统你也不用了解 反正就是会变的 最简单的办法 你就看车子里面 空调按钮里面有没有一个auto 有没有一个自动 有这个自动的 按下去 还有一个A-C制冷 再按下去 它就开始运作了 那这个时候你设置了 比如说23度 外面如果是比如35度 它就吹冷风 外面如果是15度 它就吹热风 全自动的 很方便 达到温度之后 它就会用最低的功率输出 来保持这个温度 它就不是4000瓦 或者5000瓦 有可能只有1000瓦 就很小很小很小了 像这种 买新款的小排量的车子 而且还是用 变排空调的话 动力影响相对也会小一点 我车子已经买好了 你跟我讲 我不会说 为了个空调 为了个动力 我重新去买一辆车子 对不对 那怎么样降低空调 对动力的影响 是吧 那这个呢 我们就靠平时日常生活中 调整一下用车习惯 比如说刚刚起步的时候 功率还比较低 先不开 那车子动力推上去了 比如说我手动挡 挂到个四挡 开起来挺舒服的时候 我空调再开 或者说呢 爬坡或者速度比较低 我需要动力 或者本身这个转速 动力都还上不起的时候 我空调稍微关一会儿 你关个30秒 不会热死的 你先关一下 这个坡很爽的 过去了之后再打开 这个我们总能做吧 也不用额外掏钱 也不会热死 这些你不妨参考一下 也是小窍门 那空调这个东西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除了影响动力 它也会影响油耗 对不对 用了空调就会更飞油 那么飞多少油呢 空调你有没有注意 大档小档 好像就吹出来的风 好像有大有小 对吧 那这空调的这个风量 和温度有没有关系 这两样东西 它和油耗又有没有关系 我还找了一些论文 把资料全部都腾出来 找了一些结论 分享给你看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缩车 回复关键词 油耗就可以看了 那我们这个公众号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那讲到这个油耗 空调算是一方面 其他还有很多因素的 随便讲一个 轮胎器没有了 肯定更飞油 是吧 像这样的 我给你准备了20个 想不想了解 关注公众号 备胎缩车 恢复关键词 油耗 省钱省心 很方便 备胎缩车 等你来玩